主持人 謝銀萱 盯著長織髮 外加寶藍色 屏口禮服 本屆金馬主持人謝銀萱 氣勢十足卻有意外 左轟炭差點踩到裙擺跌倒 當下他拍拍胸口 安撫自己 我的肩甲 你肩甲甲甲 我比你肩甲甲甲甲 真影后的張愛家 則是淺藍色禮服亮相 緊接著網紅出身的林蔭惟 則是以利落髮型 以及卡其色禮服登場 紅毯不只女心比美 男心也有看電 藍色絲絨西裝散發貴公子氣息 這回陳柏林單綱頒獎嘉賓 同樣走藍色調入圍金馬獎 最佳新導演的柯震東 攜手演員朱宣揚蔡凡欣走上紅毯 入圍最佳新演員的周星哲 黑金絲絨禮服周星哲一出場 信長粉絲歡呼聲不斷 還有金馬亮點之一一針影帝的 黃秋生戴上帽子就像魔術師 接下來不如紅毯的 是以最後真相入圍 最佳男主角的張孝全 電影最後真相團隊 陳浩森率翻全場 黑高嶺外加花紋西裝 真影帝的張孝全 重現名嘴台詞 為頒獎典禮揭開序幕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華視新聞林亦婷 劉俊男 台北報導